戏剧类节目视觉特效奖 入围的有 《伤魂》 牵猴子股份有限公司 颜振青 《非杀人小说》 影响原创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图围婷 王怀玉 林婉柔 袁长寿 不良直面清除诗 良人形影业有限公司 那我们现在来看得奖的是 颜振青 陈彦平 张魂 在设计上对于年代感 与精心设计的角色形象 极像真心的建筑 搭配对比鲜明的光影效果 来强化商业竞争的激烈性 加上1960年代环境的复杂性 建筑质感光影都围到位 可以达到视觉的吸引力 喂喂喂 好 呃 谢谢评审的 谢谢评审 然后谢谢小枫 谢谢梓鹏 然后 伤魂是在一个很极限的资源下做出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作品 那 好 那我现在想要多留给时间 多留点时间给我们的团队的那个主要的伙伴 对不对 好 那上吧 上吧 首先我想要感谢阿千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录得这部片 然后再来我想感谢的是刚锋创印象所有的伙伴 那 只有你们的对创作的热情 还有对细节的坚持 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次以脚乱针的视觉效果 然后我也想要感谢是 伤魂的剧组 感谢监制 导演 美术 灯光之世民歌 还有 后期制片 那也感谢齐天设计的所有合作伙伴 然后由你们的信任还有配合 我们才能够 呃 获得 足够的素材 让我们能够完美的呈现1950年代的台湾 那 最后我也想感谢我的家人 呃 是他们的最坚实的支持 才让我们 呃 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 迎接着所有的挑战 那 我这边也期待下次的挑战 谢谢大家 恭喜得奖者 也谢谢颁奖人